约书雅记第十五章 犹大之派按着家族抽签所得的地业 是极南的部分 达到以东的边境 去到南边寻的旷野 他们南方的江界是从沿海的极南部分起 就是从南边的海湾起 升到雅克拉宾山坡的南边 经过寻 上到加蒂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经过西斯伦 再上到亚达尔 经过贾加 经过亚门 伸展到埃及河 江界直通到海 这就是他们南方的江界 东方的江界是从沿海直到约旦河口 北方的江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湾起 上到伯河拉 经过伯亚拉巴的北边 再上到刘本的儿子波罕的磐石那里 又从雅各谷上到底壁 在北转到河的南边 亚都明山坡对面的吉甲去 又经过尹士脉水泉 直通到尹罗杰 再上到新嫩子谷 到达耶布斯南面的山坡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又上到新嫩子谷西边的山顶 就是在利法因的北端 又从山顶 转到尼弗多亚的水泉 伸展到以弗伦山的重城 又转到巴拉 巴拉就是激烈野林 又从巴拉向西绕到西尔山 经过耶林山坡的北边 耶林就是基萨伦 又下到博士脉 经过亭纳 伸展到以格伦北面的山坡 转到施基伦 经过巴拉山 伸展到雅比涅 直通到海为止 西方的疆界就是大海和海岸 这是犹大人按照家族所得四维的境界 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把犹大人的一份地业 就是基列亚巴 分给了耶福尼的儿子迦勒 亚巴是亚纳人的祖先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迦勒把亚纳人的三个子孙 就是士筛 亚西曼 达玛 从那里赶出去 他们是亚纳人的后代 他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迦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 把基列西伏夺取 我就把我的女儿 亚萨给他做妻子 迦勒的兄弟 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 夺取了那城 迦勒就把女儿 亚萨给他做妻子 亚萨出嫁的时候 怂恿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地 亚萨一下驴 迦勒问他 你要什么 他回答 求你给我祝福 你既然把南地给了我 求你也把水泉给我 他父亲就把上泉和下泉都给了他 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犹大支派极南边的重城 接近以东边界的 有贾靴 以德 亚固尔 基拿 底摩拿 亚大达 基迪斯 下索 以提南 西服 提炼 比亚绿 下索 哈大他 加略西斯伦 加略西斯伦就是下索 亚曼 士马 摩拉大 哈萨加大 黑石门 伯帕帕 博帕列 哈萨书亚 别士巴 比斯约他 巴拉 乙音 乙森 伊勒多拉 基斯 荷尔玛 喜格拉 麦莲娜 三萨娜 利巴乌 石星 雅音 临门 共二十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在高原有 以石陶 索拉 亚石拿 萨诺亚 尹甘宁 他普亚 以南 耶末 亚杜兰 缩哥 亚西加 沙拉音 亚底他音 基底拉 基底罗他音 共十四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喜南 哈大沙 麦大家德 底莲 米斯巴 约铁 拉吉 波斯加 伊基伦 加本 拉曼 基底利 基底罗 伯大滚 拿马 马基大 共十六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利拿 伊铁 亚山 伊福他 亚石拿 尼西 基伊拉 雅格西 玛丽莎 共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以格伦和属于 以格伦的市镇 村庄 从以格伦直到海 所有靠近雅石图的城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雅石图和属于雅石图的市镇 村庄 加萨 加萨和属于加萨的市镇 村庄 直到埃及小河和大海沿岸的地方 在山地有沙密 雅提尔 缩戈 大拿 基列萨拿 基列萨拿就是底壁 亚拿伯 以时提莫 雅念 戈山 河伦 基罗 共十一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亚拉 杜马 蚁山 亚农 伯他普亚 亚非加 红他 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席尔 共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马云 加密 西伏 于他 耶斯列 约电 萨罗亚 该隐 基比亚 亭那 共十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哈呼 伯素 基图 玛拉 伯亚诺 伊勒提君 共六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基列巴黎 基列巴黎就是基列阎林 拉巴共两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在旷野有 伯亚拉巴 密丁 西加加加 密山 岩城 引基地 共六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至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走 所以 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 与犹大人同住 直到今日 地